好,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幻堂高老师 那么我现在来帮您介绍Android框架里头的这个Observer的模式 也就是我们拿这个Android框架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Listener这个类 就是在Android的这一个框架里头呢,有一个这个Listener这个类 其实这个Listener就是听嘛 好,那听呢,其实就是观察者,就是Observer 好,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在这里,我来帮您再回头做个复习好了 好了,我们把这个Observer的整个结构的变化 就是把上一小节呢,再帮您做个复习 好,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咯 从这个叫做Temperate的Messure Pattern OK,你就看这个结构咯 暂时不要去考虑Observer这个观察者是什么意思 好,学习一下 看结构,学习一下看结构 这就是一个继承的结构 所以呢,hook函数 加上了 加上了继承结构 好,那这个就构成Temperate的Messure Pattern的一个主要的结构咯 好,那在这个结构当中 我们要把这个装配者考虑进来 就是这边有一个Cline 好,这边有Cline 那Cline呢,来New它 好,New它之后呢,New到的子类 也会扣它的过造式来New这个基类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T咯 就是可Bang的部分 这个就是E咯 是属于Bang的部分 叫做引擎的部分 好,那引擎跟轮胎 是有可爱的New轮胎 轮胎New的引擎 然后就自然组合在一起了 OK,好,那这就是继承咯 那我们现在想摆脱掉继承 所以就想用这个组合的概念 好,一样的 这一个我们这边要有一个Cline 那这个时候Cline呢 就来New这个T的部分咯 好,这是New OK,NewT的部分咯 那这个就是E的部分咯 就是引擎咯 这就是轮胎咯 所以它也要来宁它 因为它跟它不是基层关系 所以不会去宁它 所以这里也要一个宁咯 所以一 二 OK 接下来做什么要Attach 要把它组合起来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第三个动作就是Cline 组合起来之后 第四个动作就可以 所以汽车子就可以跑咯 就call这个TemplateMessor TemplateMessor呢 一下子就调用到这里咯 所以TemplateMessor 调用到这个FootVariant的这个函数 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不用组成的时候 那就要经过这四个动作 OK 就要记得了 OK 好 那稍微了解咯 那我们就不看代码咯 我们就直接看图显 看它的Amband咯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部分呢 上一回合讲了 我们就把它调过去咯 好 那 这一个部分呢 那 我们 刚刚有发现 这个Attach的时候 这里头的参数 是用它的类名 用这个T的类名 那这样子对这边来讲 会有问题 就是 因为T的类名是会变的 所以在这个不变的框架层呢 这个不变的E里头呢 去放了一个会变的 一个名字 所以这样子是不合理的 那解决的办法就是 把这边抽象出一个 抽象类 好 抽象类 然后 透过一个 这个HookFunction 给它扣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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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它就可以扣它 它就扣它 就扣到了 但是这里呢 就可以用这个的名字了 OK 因此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抽象类 就可以把这边就变成不变哦 变成不变 就是为了让它达到不变 所以设计的一个这个类 抽象类 但是这个抽象类呢 因为整个都是抽象函数 它只是把这个做了一个HookFunction而已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J-Code 就是一个J-Code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继续的变化咯 OK 好 那这边是这个一个抽象类 刚刚已经做好了 这个实际它可以变成不变 那如果有一些会变的部分 那就是在这里可以创造一个子类 那创造这个子类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记得如果这边是一个可爱 一个可爱 那这个时候它可以宁它 可以去宁它 宁它的时候 因为它是鸡类子类 所以这边可以 它会调用它的构造函式 等于是子类来宁鸡类咯 然后这边可以来宁它 可以来宁它 对不对 所以 第一个宁它 第二个宁它 第三个 调用Attach 可以由这个类来调用它 的第三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可以由它来 做第四个动作 OK 这就是一个 变形 也就是 把原来的可爱 把它分成两块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上的变化啦 非常非常地有趣的哦 OK 非常地有趣 那这个就是钢O4的这一个模式 Observer模式的来源 来源 不然的话 你可能不太容易了解 这个钢O4的这一个Observer模式 到底这四个类是怎么跑出来的 OK 那我就帮你再复习一次 这样的一个做法 然后接下来呢 就把这边 因为它就是抽象函数嘛 这个纯粹抽象类 就可以变成一个J口 就变成一个J口 OK 好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这个E I 这就是T咯 诶 让你看出来啦 高老师 现在一直在提倡的EIT 就是这种造型 就是这种造型 OK OK 那它只是 担任一个装配者的角色而已 装配者的角色而已 重点在这个EIT上 OK 好啦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动作咯 仔细看 原来的是I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原来是I在这个地方 原来的T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只是一个Climb 对不对 只是一个Climb 好 那接下来呢 把这边把它合并过来 把它变成T在这里 I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这边就没有啦 这边就不要啦 所以就合起来了 好 那然后呢 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Climb 因为Climb 有一个FractMessor 所以它可以扣它 所以由框架 来 由这个G类 通过FractMessor 来调用它 那这一点Climb 再来New它 OK 那么 那这边再来 再来New它 再把它装配上去 有没有 哦 那所以这就是 把这边东西 把它跟Climb 合在一起 那Climb本身就是一个FractMessor Pattern 那这边就是一个TemperateMessor Pattern 有没有看出来 这边就是一个Observate的Pattern 有没有 ObservatePattern 所以这个复杂的结构 其实就是三个Pattern 所组合的 所以让你练习呢 可以透过Pattern的组合 来认识Android的 很复杂的 这个看起来啦 表面上看起来 是复杂的结构 好 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很容易 的来看出来 Android的结构咯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里的图形 OK 有没有看出来 OK 这个View 就是1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View就是1 这是Android的View咯 这是真正的Android的结构咯 这个就是I 所以OnClickListen呢 就是一个Jaco 里头呢 这个函数叫OnClick 然后呢 这个就是T 它是SendOnClick的 这个代码 代码 那它的用意就是 UI的事件 通过Observer 当UI的有 这个View 有被用户去Click了 表示它的状态有变化了 就来通过这里来通知它 所以它就是一个Observer 结构上就是EIT E TocalI 来扣到T的 这个Hook函数 OK 扣到这个Hook函数 好啦 那 这个Activity呢 就是Client 所以它有一个OnCreate 这个FractMessPattern 所以它扣它 对不对 它扣它 它再来New它 OK 它来New它 还有它也要New它 然后呢 再把它Set上去 再把它Set上去 这里 叫做Set 有没有 在这里 在这里 这就是装配啦 对不对 先New一个T 再把T Set到Button 有没有 这就是E哦 相对上 这就是E哦 在这里 因为这都是这个体系的 所以这个就是E 然后这New一个T 然后再把它装配上去 有没有 都是在这个MyActivity头做的 OK 所以这个相当于Client的指令 然后呢 那当回来的时候 它在 因为它的这个对象在这里 所以它记录了一些事迹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再跟它要的 所以它再跟它要去call它的Get Tax SetTax 等等的 所以它只是通知它 有事件来到 并不是把这里头的内容往这边丢 所以呢 它通知它 有事件的变化啦 那它才决定 要跟它要什么数据 因为这里头的数据很多种 是它才知道要拿什么 所以会来跟它要 OK 所以呢 当您了解的Observal的模式 跟这个FactorMate 这个MateFM模式 加上TM模式 你就很容易的理解 Enjoy的这个复杂的结构咯 那这个复杂的结构代码就在这里 那代码就这么一点点 代码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很多你就把它背起来 把它背起来 那背起来之后呢 那你很快就忘记咯 很快就忘记咯 而且你没办法欣赏到 这么美妙的这个结构设计 那么你只是把它背起来 你就永远都是一个开发者咯 你就没办法成为一个架构师 因为你没有从Enjoy的 学习过程当中 学会的这个结构 你只学会的表面 所以失去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高老师呢 就透过这个课程呢 来让你呢 这个不要再用背的咯 而是能够看到这个 知道这是一个Fract Mass Pattern咯 然后知道这就是E咯 知道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T咯咯 有没有知道 这个就是T咯 有没有 就是T 然后也知道 这个就是在做装配咯 把轮胎装配到E上去咯 有没有 好 然后这个就是 整个让你在从这个代码当中 可以领会出来 它背后一个完美的造型 所以你心中哪一感就出来了 那对于Enjoy的结构 你就觉得哇 真的气象万全 但是我们并不会觉得它复杂 因为我们心中有这个Pattern 心中有EIT造型 好 所以呢 我们就一眼看出 复杂表面的背后 其实蕴藏的 简单的模式 简单的这个造型 所以我们感觉它是 百里透红之美 OK 好 那我就这一章 我再帮你解释到这里 谢谢